以色列空军让F-35战斗机再度走红,一国大呼这次是买对了。 挪威购买了三架F-35战斗机于5月22日星期二降落在挪威空军的爱尔兰空军基地。 与以前一样,飞机由三名来自DCMA,国防合同管理机构,组织的美国飞行员送到挪威。 整个飞行过程耗时9小时24分钟,途中还经过多次的空中加油。 据介绍挪威耗资上百亿美元购买了50架左右的F-35,看来真的买对了。 未来F-35战斗机将替换挪威现在的F-16,先期抵达的应在2019年形成战斗力,而美国按每年6架的速度交货。 最新的三架F-35战斗机是5月初才从美国工厂下线,它们的序列号为5205,5206和5207,而交货过程没有任何拖延。 来到挪威之前,美国纠正了F-35战斗机在2017年发现的所有技术问题,挪威将不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。 F-35战斗机是美国战机研制历史上最昂贵的项目,已有数十个国家投入资金共同开发这种类型的飞机。 然而,由于担心技术问题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,它的订单数量不断减少。 而以色列空军最近使用F-35战斗机的表现将有助于提高它的声望,在两次行动中它但没有被叙利亚和俄罗斯的雷达发现,这表明它的隐身能力没有网络上说的那样差。 以色列空军F-35战斗机这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,将会帮助美国继续收到来自国外的订单,特别是对于以色列而言,他们计划装备75架来增强自己在中东的实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